嗨 大家早安 我是Carrie 今天的時間是9月19號的早上9點半 我們現在已經check in了我們的包包 準備要去坐船的地方 這次是從Picton坐船到Willington 之後會再road trip 一路從Willington開開開開到Auckland 這個船票是要先上網預訂好的 那我們等一下預計是搭乘三個小時的船 一個人check in的行李箱只能23公斤 如果超過的話你只能背在身上 而且背在身上的包包也只能兩個 不能超過喔 所以說如果你road trip東西太多的話 就要注意一下這一點 這裡面有個小小的shop 來吃的喝的 那邊吃的一道菜 那邊吃的一道菜 你看我們現在看到的 那邊吃的一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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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吃的一道菜 買了一杯拿鐵來喝 這一杯拿鐵價格是5塊50 喔 拿鐵可以喔 蠻香的 然後這艘船超大的 位置很多 而且現在已經是在開船 完全沒有感覺 很大很穩定 欸這派很好吃耶 阿Kina剛剛買了一個泰式咖哩飯 欸是好吃的耶 這裡面的肉的味道很香耶 我發現有些人還蠻會做那個派的 嗯好像沒有吃到 沒有吃到過難吃的派 好吃好吃 我覺得阿Kina非常的好笑 就是我們road trip整路上 也有一些漂亮的山景啊 什麼的風景 然後他都這樣 喔 我一直玩手機一直玩手機 結果你知道怎麼樣嗎 我們坐到船上的時候看到 就是這個畫面然後他就說 好好玩喔 好奇怪的人喔 他說拜託我是北海道長大的 就對他來說那些 山的風景啊 開車那種road trip的感覺 沒有什麼新鮮這樣子 可是對我們那種台灣人 到哪裡了哇 好漂亮喔 然後他就這樣 好漂亮 欸可是不得不說 這船頭真的很美耶這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google map 上面的地圖了 我們的航線是穿梭在這個山中間這樣 開一段出去之後 才會變成一片汪洋大海 很漂亮耶 很夢幻的感覺耶 好想飛空派喔 坐了三個小時的船 終於到了威林頓 下船囉 我們換車了 這一台呢 就是我們到威林頓之後領的車 這一台車呢 就要陪伴我們一路開到 阿克蘭的機場囉 覺得威林頓呢 這個市區看起來比較 更繁華的感覺 這是第三大的首都耶 但是我覺得看起來 比Christchurch還要大的感覺 而且整個街上那個buildings很多又很高 好我們接下來呢 要先去吃一間越南料理 現在的時間是下午三點半 肚子非常的餓 今天呢 想要吃一下亞洲菜了 就是這一家 叫做 Po Viet Wonderful來了 好喝喔 哇 這個湯 這個湯的味道真的很可以 Akira也贊不絕口 我們終於吃到一餐好吃的了 這一碗佛的價格是18塊90 它的麵是QQ的 好好吃喔 牛肉好嫩喔 尖叫 例子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有住在這邊 或是有來威林頓玩的人 一定要來吃這一家佛 真的是我們這幾天在紐西蘭以來 吃到最好吃的一間餐廳 可能剛好是符合我們的 亞洲胃口吧 就是有麵有湯這樣子 然後非常推薦給大家 天啊 那個店家裡面 隨隨便便一件衣服就要 300到500塊 普通的一件衣服喔 太貴了吧 名牌嗎 也不是喔 就是很普通喔 太可怕了 真的太強了吧 499 是變裝皇后的店嗎 剛剛在一間 organic的店 買了一個這個 Rose Heap Oil 這個Rose Heap Oil呢 之前在澳洲就已經用過了 那我覺得它非常的保濕 應該是對臉的皮膚就是很好 這樣QQ的 所以就買了這個 價格是36塊 好 我們繼續逛吧 這是什麼字啊 好奇怪喔 這裡是一個二手店 超多這樣子的安眠的店耶 有人瘋了啦 騎這個騎到上癮了 說要買這個耶 你有事嗎 你要買店呢 你色扣在買吧 我覺得這裡逛街好無聊喔 就清一色都是一些 我不知道 好無聊的東西喔 這裡竟然有Daiso啦 去逛一下快點 一個3塊50耶 這邊怎麼7塊 一下價錢就超酷了 搞什麼 但是它要把價格壓在3塊50也很難耶 因為這邊的稅金這麼高 三件10塊耶 它是有些東西是特別標價的話是價格比較高 但是如果沒有特別標的話就是 三個是10塊 欸那很便宜耶 真的都是日本來的東西耶 共茶 I love ugly 是怎樣 我覺得 Willington的街道的人啊 就還蠻多怪怪的人 而且在路邊就是看起來眼神不是很友善 他們自己好像很流行那種很龐克風很黑暗的那種感覺 然後還蠻多女生是刺青刺到下巴啦 穿動整個都是穿動 然後眼線畫兩圈黑黑的那種 上來這個Willington這邊呢 可能就是跟南邊的這個 整個氣氛都非常非常不一樣 光是在街道上面人的感覺 我覺得就還蠻不同的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別 可能是這邊比較 更都市一點的感覺吧 人走路的速度也比較快啊之類的 我覺得很屌耶 不管是從南到北 就有人在那邊突然等於是在路上走 很懷疑我們到底是不是在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世界 而且我還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這裡的人 都很喜歡拿那種耳罩的大耳機走在路上 你有發現嗎 他們那種流行還是什麼之類的 總結來說 Akiya 你覺得怎樣 就是這裡逛街的地方啊 兩個字結束 中途半端的地方 很大的都市 很好的逛街 就是那種小景色 然後那種感覺很漂亮的 中間的感覺 我明白嗎 嗯嗯嗯 也不是說特別爛也不是特別好 對 這個就是我們在 威林頓住的房間 哇天啊 然後這個是客廳 也太可愛了吧 這個主人應該也是非常愛收集杯子耶 你看這個杯子很特別 我覺得這間Airbnb真的是太可愛了 因為這間是Akiya訂的 我就是完全沒有看 這次就是讓它來決定這樣子 然後完全沒有讓我失望 太可愛了 這間的價位大概是4000多塊台幣 那你若是兩個人share的話 其實還好啦 一進來他就把整個早餐都擺好在桌上了 天啊對不對 你一起床就可以 直接就是來享用 酒杯啊什麼 全部都幫你準備好了 還有茶杯之類的 整個客廳就是暖暖的很 很舒服 有一種歐風 歐式風格的感覺 廁所浴室那些也都看起來很舒服 耶 太棒了 好 那等一下我們就休息一下下 晚上再看看要去哪裡 或者是 就直接休息吧 因為天氣 看起來真的很陰暗很不舒服 好 我們已經逃出這個威林頓了 因為威林頓的天氣實在是太可怕了 一整個就是陰天 還想逛街什麼算了吧 我跟你講昨天晚上那個風大到就 咻咻咻 一直狂吹那個聲音超可怕 而且啊 明明我們住的Airbnb這麼漂亮 但是看出去的風景 真是讓人憂鬱到不行 所以我們就一大早7點半 我們就直接開車離開威林頓 然後呢 我們今天的目的地是Taupo 一個還蠻漂亮的Lake 等一下會再計畫在那邊爬山 因為這個沿路上開車要4個小時 從威林頓到Taupo 所以呢 我們就來沿途休息一下 這個地方呢 叫做 我覺得 這邊的地名都很難念又很難記耶 這個地方叫Waioru 其實我真的很好奇 他們原住民的語言到底是怎麼樣 為什麼地名都這麼奇怪 好 我們現在到了Waioru的餐廳 這一間餐廳呢 叫做Rustic Eating House 肚子滿餓的 Rkia 點的這個是Steak Sandwich 嗯 喔 看起來好好吃喔 你這多少錢 25塊 然後我點的是Half Breakfast 是20塊 坐的是一個靠窗的位置 所以這個 太陽光也怪怪的 讓我的臉是一半 哇 這裡面是 喔 麵包跟牛肉是吧 好酸喔 我發現紐西蘭的食物非常難加醋 我覺得它的雖然好吃 可是 25塊有點貴齁 然後我這個就是20塊是一個 嗯 我覺得是蠻普通的一個早餐耶 我們剛剛一路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紐西蘭的郵費啊 越小的城市 郵錢越便宜 目前為止從Wanaka開車過來 郵錢最貴的是Picton這個地方 超級奇怪的 這薯餅還蠻好吃的耶 而且這邊食物的Menu 你就是看到會覺得 就是看久真的會很膩 因為東西都是差不多的 然後這間店呢 它就是裝飾很多聖誕樹聖誕老人 好奇怪喔 出發下一站準備去爬山 我們都覺得剛剛那間餐廳 非常非常的普通 為什麼它的Google上面會是4.5顆星 可能這附近真的沒東西吃吧 價格是一般 只是說餐點真的是蠻boring的 然後它的Menu上面看起來也是蠻無聊的 就選擇不是很多 3.2顆星好了 你給它3.5是嗎 Akea那餐還蠻不錯吃的 因為我那個真的太普通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準備去開車去爬山囉 非常開心 因為這邊的天氣很好 現在太陽大到我們開車都要那個開冷氣 我們現在在Mount Tauhara 是不是很奇怪的名字 現在的時間已經是下午2點半啦 現在呢 要準備爬差不多一個小時的山 這也是我們Google道的一個地方 然後跟大家說一下現在的溫度呢 差不多有25度吧 還蠻熱的 因為這個太陽也有很大 很舒服 所以照下來是完全不會冷的 穿著短袖應該都ok的那種 為什麼看起來很像是那邊 是這裡嗎 走吧 好奇怪的入口 還給人家這樣擋住 我的大便好大坨喔 超多欸 你看 牛吧 好大 牛屎 怎麼沒看到半頭牛 好多喔 唉唷 這路也太可怕了 好超窄的 多爛 這個路 好窄喔 這胖子過不了欸 這很難走欸 你可能要推我 這怎麼走 這還用手欸 這什麼 這個路也太奇幻了吧 欸這天一黑會超恐怖欸 天啊這路看起來超難走欸 我要走這裡 我覺得很棒的地方是我們爬到現在啊 沒有看到什麼蚊蟲 而且都在陰影底下 樹影底下其實還蠻舒服 蠻兩塊的 有人在這邊磕2016 這裡有水欸 目前已經走了2.37公里 我現在很希望一道的那個畫面是很漂亮的 我們終於到了 總共是2.9公里 差不多3公里啊 爬了一個小時又18分鐘 就這樣 一大片的虎 好的 我剛剛飛完公拍我覺得 這個地方呢 風景真的是不怎麼樣很傻眼 Akea你覺得怎樣 很好的運動啦我覺得 就3公里嘛 來回6公里 那我覺得這個風景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普通 然後現在的時間已經來到了下午的4點 我們要趕快下山了 不然的話開始起風有點涼 大家看到這個空拍的畫面 應該覺得滿滿的有一種 嗯?的感覺 怎麼會這樣 你知道嗎我一路開車過來 省電我的空拍機 我想說我要等到爬山的時候啊 在拍這個view怎麼樣這個Lake 結果呢 這個view就真的 好我們現在趕快下山去吧 耶 結束了 終於下山了 我們總共爬的時間是 兩個半小時 然後總共是6點30公里 還不錯的一個運動啦 現在時間已經下午5點 但是呢剛剛還是滿多當地人還在往上爬的 所以其實這邊因為現在天氣很好嘛 所以應該是太陽滿晚才下山 而且這個山很簡單 我看還滿多一個人爬山上來的人 應該是當地人一個小運動的一個地方 南部的風景好像比北部還要漂亮耶 那我們等一下開車去我們的住宿 看一下湖的周圍怎麼樣喔 看起來都沒什麼好吃的 我們又要來吃越南料理了 看起來很像沾麵的東西 又是吃粉 喔他們這個味道很道地耶 跟昨天吃的一樣好吃 今天點這樣子三盤啊 總共是64塊牛幣 阿皮拉的跟我的還有這個春捲 都是蠻好吃的 牛肉超嫩的 嗯很好吃耶 很夏天很爽口的味道 米線是那種QQ的 所以它直接大過關太好吃了 嗯很幸福 他們辣椒超好吃辣的 但是好好吃喔 我們把它全部吃光光了耶 現在的時間是早上八點 我們現在呢準備要來吃一個早餐 然後等一下就要去看那個 魔戒的那個地方叫什麼 反正就是一個魔戒電影的場景這樣子 然後今天呢 一大早天氣就是霧霧的 那個湖又看不太清楚了 好我們現在google了一間這個湖邊 評價最高的咖啡廳 一起進來看看吧 這個吃起來好好吃好健康喔 這沙拉也太小了吧 然後點了一個可頌 阿Kia那一盤17塊 你們知道為什麼 這一次的VLOG空拍的畫面有限嗎 因為天氣真的都太差了 不是奇大霧 就是夏天 但是沒有辦法拍 拍了也不好看 有些人好像很少人在拍VLOG啊 每次很多人看到我這樣的相機這樣弄 他們都會一直看我 欸還好拿點蠻香的耶 好我們現在站在這個湖邊呢 就可以看到其實遠遠那裡有雪山耶 那不知道是不是滑雪場還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現在這個湖上面有淡淡一層薄薄的雲 就很像雲海的感覺 這邊其實很多那種Activity 是你可以跳傘啊 坐飛機啊 或是Rafting啊 都是那種戶外運動比較多 其實有Mountain Bike 但是我們也沒去做 為什麼啊 天氣不好 北部的風景好像沒有南部這麼漂亮 但是我們還是很Appreciate 還是很開心 下一集就帶你去看魔界電影的場景 那今天這個VLOG就先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 掰掰